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个豆角走亢人 用的材料非常简单 煮出来也很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豆角买到回来清洁好 用水浸一会儿再煮 浸半小时 然后烧热锅加点水 然后直接放豆 加一个煮熟 加些油 加少許鹽 這個時候豆可以拌至八成熟 之後就可以撈起蘋果水 蘋果水之後就可以切粒 切回需要的大小 長短除你自己喜歡 不要太短就可以了 像現在這樣長度差不多 就是這樣 現在會處理蝦 這次我會用鮮蝦來做 這是新鮮的吉環蝦 用水浸一浸 浸完之後倒水 然後準備一隻鍋燒熱水 又加少許鹽 然後加少許油 然後直接放蝦 這次把蝦熟熟就可以了 究竟蝦怎樣才為止熟呢 你會見到蝦身顏色轉了變成橙色 另外蝦的形狀會彎起了 蝦的肉由半透明變成白色 這樣就為止熟了 熟了之後就可以全部撈起 熟乾水 非常漂亮 之後就會把蝦頭和蝦殼全部剝下去 慢慢逐隻剝 這次我會用剪刀來幫忙 方便一點 在中間這裡剝開 如果你看到裡面有些蝦腸 可以拿出來 蝦腸會在中間這些位置 但大家剝的時候小心點會刺到手 蝦腸會在中間這些位置 看有沒有又要剝出來 這樣 這些全部剝好 其實現在都可以吃了 另外我會再快煮一煮 燒一隻鑊 放些油 把蒜蓉放下去 現在先爆香蒜蓉 油不要太少會多一點油 然後加一點花椒 再爆香 非常之香 然後加半茶匙鹽 然後直接放些豆 記住這個過程很快 不用炒太久 把全部材料拌勻 聞到香味 其實可以的 然後可以加入一湯匙的麵豉醬 麵豉醬跟豆角炒均勻 像現在這樣 聞到非常之香 然後加入蝦仁 將它炒均勻 把全部炒均勻就可以了 一個非常之美味的豆角炒蝦仁 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試用我這個方法來煮 非常之美味 用的時間也很短可以完成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